新摩巴佬想做的只是诛煞轮回之主 夺取六道轮回法 复活先主燕长歌 其他事宜 什么对抗玄机月 宝贝地渊殿 发动新摩审判 他们一概不会理会 这些年里他们偶尔指点地势天 建立地渊殿的基业 这已经是天大的人词 想指挥他们为地渊殿做妞做马 明显不可能 不过幸好 他们已经答应地势天 只要诛杀轮回之主 他们会出手 帮助地势天发动新摩审判 只要新摩审判能够发动 地势天一切都好说 地渊殿的防线大致这么安排 地势天预计 玄机月那边也会派出点人手帮忙 减轻她的压力 毕竟她和玄机月之间 还是合作关系 虽然两人的结局注定是速敌般的对决 但至少现在两人都有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轮回之主 前一世的轮回之主 势力太强悍了 就算玄机月和地势天加起来 都不是敌手 其实如果不是轮回之主 故意布局的话 两人就算偷袭暗算 都没有任何胜算 除非地势天敢公开心魔之主的身份 依靠心魔大昼剑才能与轮回之主争锋 面对轮回之主此等枪敌 地势天和玄机月都不敢大意 在彻底诛杀轮回之主前 两人不可能内斗 免得被人捡了便宜 时间流逝 距离屠盛大会就剩下最后一天了 这一天 地渊殿群山之巅 地势天独自一人 站在一座墓碑前 这座墓碑刻着四个字 苏炎之墓 坟墓是空的 苏炎和晴天孔雀取天狱 想斩断万劫情思 结果双双陨落 连尸体都没有留下 地势天建立一座空墓 是表达缅怀纪念之意 毕竟世上唯一懂他的人 已经悲惨死去了 从此以后 我注定是孤家寡人了 地势天背负着双手 在寒风中助力 天狱之行的失败 让地势天耿耿于怀 如果能斩断情思 拿到太上天女的赐福福照 她处境或许会好很多 也不用像现在这样 还要依靠心魔八老的辅助 不过幸好 她出手够果断 毁掉了赐福福照 就算牺牲无心毒株 也不惜代价 至少现在 没人拿到太上天女的赐福福照 隐藏的危险就大大减弱 只要没有上位者的因果介入 地势天有信心面对一切意外 毕竟 她光是表面的实力 就在还真境巅峰啊 就算这一世的轮回之主降临 又如何是她的敌手呢 距离屠盛大会只剩下最后时间 叶晨那一边也做好了最后的安排 这次屠盛大会 地渊殿那边必定严密防守 想要混进去绝不容易 叶晨打算自己一人悄悄地混入地渊殿 而萧水寒 遮天魔地血龙等人 则在地缘殿外面等待机会出手 一切准备就绪 在无数人赤裂的目光中 屠盛大会的日子终于到来了 这场盛会 地缘殿邀请了域外的诸多势力 诸家各派都给地势天面子 派了许多人过来观礼 准备供饮永恒之血 就算不能来了 譬如祖龙神殿也派人提前送上厚礼 表达心意 可以说 这场屠盛大会在杨真玉万众瞩目 远远超过了暗谷的坟魔仪式 地缘殿和轮回之主的争斗 外界也在疯传 传说中的轮回之主 很可能会出现在大会现场 很多人过来观礼 心里都隐隐期待 希望能一睹轮回之主的风姿 不过大部分人都觉得 轮回之主不可能出现 因为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还非常的弱小 完全不是地势天的敌手 如果胆敢出现 必死无疑 毕竟除了地势天 还有上界女皇玄姬月 这一次屠盛大会 玄姬月也会出场 地势天和玄姬月联手 实力无法想象 整个狱外和上界 几乎无人能够抗衡 就算是传说中的十二神尊 也敌不过这两人的联手 如果轮回之主赶来 在玄姬月和地势天的碾压下 恐怕要粉身碎骨 清晨 阳光普照 晨曦未散 地势天举办徒生大会的山门 营绕着一缕缕青烟薄雾 连片的公雀 演映在清晨的雾碍之中 如梦如幻 整座地势天到处张灯结彩 一片喜庆 非常的热闹 诸家各派的宾客们 互相寒暄 谈笑着 陆续踏入地势天山门 今天的徒生大会 地势天防守非常严密 足足设置了三道防线 第一道防线 由普通长老外地藩属负责 一个威武的壮汉 正拿着一面镜子 对每一个进入地缘店的人 仔细地检查着 这面镜子雕刻着许多古老的图腾 隐约间弥漫着一层层的纯阳光芒 宝气阴晕 品质非凡 叫做天皇纯阳镜 是三十三天鸿蒙至宝之一 也是太上十二珍宝 属于圣道法宝 上古时代 圣人艳长歌 教化天下 以天皇纯阳镜 照破虚伪 辟易邪魔 诛灭不祥 此等珍宝 可以照破人的虚伪 如果这一世的轮回之主 敢踏入地缘店山门 必定要被一镜照破 一个个宾客遵守着秩序 排队通过天皇纯阳镜的检验 再进入地缘店山门 虽然被人拿着镜子照来照去 仲宾客心里极不情愿 但地势天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没人敢在地缘店闹事 多谢诸位配合 周某感激不信 那威武壮汉手持着镜子 向仲宾客道谢 这个壮汉 正是岳商古城的城主 周红的父亲周月 此时的叶晨混在人群中 也准备踏入地缘店 叶晨的面容 已经用八卦天丹树改变过 外人完全瞧不出端倪 而且浑身气息 也全部用八卦天丹树遮掩 没有丝毫的泄露 在叶晨前面 是荒雷殿的店主 蛮荒岩魔 这次混入地缘殿 叶晨自然不是单独行动 而是化名荒晨 跟随着荒雷殿由蛮荒岩魔掩护 混迹进去 在叶晨身边 是梅兰竹菊四个婢女 还有十几个荒雷殿的强者 全部是蛮荒岩魔的心腹亲信 可以绝对信任 在下蛮荒岩魔 代表荒雷神殿 祝贺贵殿大会顺利 蛮荒岩魔走到周月跟前 送上一份厚礼 原来是荒雷神殿的贵宾 幸会幸会 菲雷神殿今天没空过来吗 周月收下礼物拱了拱手问道 蛮荒岩魔 只是荒雷神殿麾下 一个分殿的殿主 荒雷神殿的真正掌控者 是传说中的十二神殿之一 菲雷神殿 今天却是不见人影 蛮荒岩魔道 最近天人狱大变 我家店主事务繁忙 不能亲自前来 还望见调 最近天人狱发生大变 无数势力被卷入 连死灵殿背后的靠山 太岳神殿也陨落了 现在天人狱诸多势力都忙着应对 菲雷神殿自然是没空过来 周月笑道 无妨 阁下赏脸光临 已是我地渊殿的荣幸 说话之间 周月祭出天皇春阳镜 在蛮荒岩魔身上照了照 见没有异样便道 阁下可以进去了 蛮荒岩魔笑道 多谢 当即带着梅兰竹菊 叶辰诸多亲信 踏入地渊殿的山门 他们所有人的气息 都被叶辰用八卦天丹术 特别遮掩过 所以不会被天皇春阳镜 照破底细 周月拿着天皇春阳镜 在梅兰竹菊 叶辰等人的身上一一照过 都没有发现异样 叶辰松了一口气 终于可以混入地渊殿了 第一步顺顺利利开了个好头 但突然周月笑容凝固 目光死死地盯着叶辰 喝道 瞒着 叶辰浑身一震 心想 难道被发现了 刚刚叶辰还以为能顺顺利利 没想到突然发生了变故 蛮黄炎魔回过头来道 周大人 怎么了 周月紧皱眉头道 蛮黄殿主 你这个弟子 他叫什么名字 蛮黄炎魔不动声色道 他叫黄辰 是我从小收养的弟子 难道他有什么问题吗 周月阴沉着脸 似乎发现了什么 拿着天皇春阳镜 在叶辰身上照来照去 冥冥之中 周月心里总感觉有点不安 对叶辰 有种莫名的敌意 周月的脑海里面 也浮现出儿子周虹的身影 他儿子惨死 尸骨无存 连十方杀神钩都失落了 他心里非常悲伤 可惜不知道凶手是谁 想报复 也不知道去哪里报 但是现在 周月看着叶辰 冥冥之中 泛起一阵深入血脉骨髓的仇恨 喝道 是你杀了我儿子 周月这一声喝问 突如其来 叶辰吓了一跳 头皮发麻 蛮黄炎魔等人 还有后面排队的宾客们 也是吓了一跳 没想到周月会 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 叶辰顿时明白 看来自己斩杀周虹 这份血海深仇 被周月捕捉到了天机 杀子之仇 这么大的因果仇恨 自然不容易掩饰 周大人 你说什么呢 你儿子是谁 我并不认识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叶辰温旭的一笑 表露出茫然关怀 自然不会承认 免得暴露自身 周月看到周围人 偷来的目光 也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 再拿天皇纯阳镜 在夜晨的身上照了照 的确没有发现异样 也没发现 十方杀神钩的气息 抱歉 可能是我认错了 周月收敛心神 恢复了阵点 心想杀死自己儿子的凶手 哪里有这么巧合 就出现在地缘殿 一定是自己错觉了 蛮黄言谋道 周大人还请节哀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带人进去了 周月无奈地挥挥手道 嗯 你们进去吧 蛮黄言谋道 多谢 当即带人进去 夜晨暗暗地捏了一把汗 也跟着进去了 女皇驾到 但是夜晨刚刚进山 就听到天空之上 传来了一阵 嘹亮的吟唱声